这样一个大圆就代表的是你自己 代表的是你的能量 在远之内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这样一个美丽的切是我们的二三大老师还有我还有一个老师我们今天早上翻写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属于你自己内在那一场卖一定的能量 但我们怎么会使用呢 那我们如果去把这样的能量转发出来呢 我们去背误它 所以这次的经验是如何做出这种能量的能量 那这也是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体验也就会告诉我们 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道理中 去让我们的能量的能量 如何进行的相当度我们要出现出来 之后我会把它放在码板上 然后在今天的我们的学习房中 我们把这个收起来的我们都会变到垃圾 变成了垃圾 变成了垃圾 It can be published It can be nothing No meaning 从此以后 只要我把它过起来 通到垃圾 看什么都不是 So you have energy How do you want to use it 所以说 每个都自己的能量 就是看取不过去利用它 You want to throw it away And don't use it Or you want to make a beautiful image 你想让你的能量 变成像垃圾一样的东西 那垃圾桶里呢 还是相关的能量要动起来 然后把它安排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形式呢 And that is why we got a little bit 所以这就是我们 大家一起要在一起学习的利用 And hopefully When you go home You will give this You will make it back 那希望大家 活到自己所在的程序之后 把这种美好 带给你成为利用 And study Okay 感谢观看